身穿黑色西装 面带微笑像手拿着烈火莫喜口号的支持者挥手致意 70岁的安华今天重获自由 在家人、律师跟监狱介护人员的陪伴下走出医院 坐上车前往国家皇宫觐见苏丹 预计今晚他将在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说 安华2015年因为被控基建案入狱服刑 支持者普遍认为安华遭控的罪名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原本预计会在今年6月8号出狱 安华虽然身陷牢狱之灾 但仍然决定跟曾是水火不容的政敌马哈迪合作 组成希望联盟联手打败了纳吉政府 今天安华重获自由带着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的特赦 将风光重返政坛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广告